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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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不被日军发现 晚上他和战友就躲在草丛里面 饿了就吃点草根树皮 最后终于是把受伤的战友送到了后方的医院 如今虽然黄老已经是年近百岁 但说起当年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 老人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这份愤怒 一般人的小学历外 怀恨 你来到那个城边 你给那个小孩 小孩就在这个把子上 空间还在那里吃着 坐着 挑上天啊 挑上天啊 就跌下来 死了 1945年黄老跟随部队回到了祖国 退伍返家务农 老人说 自己珍藏的那个跨包 就是自己在印度征战岁月的见证 他这辈子都会以此为荣 目光聚焦日本 最近 一条微博在网络上引发了各方的关注 什么微博呢 来看 微博截图的大意是说 自己的朋友在日本奈良 看到了几名中国广东游客 在奈良公园围住小鹿 割鹿角 当时有一只公鹿 从人群当中冲了出来 鹿角还断了一家 围观的几个男人 说手上的是鹿绒 要找个地方洗手去 就是这么一条微博 一经发出 立刻引发了热议 但是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 这是一名当时刚好在现场的网友 贴出的图片 他说 当时路边停着一辆空的婴儿车 一头公路 还以为里面有好吃的 就被吸引了过来 结果路脚被婴儿车上的绳子给缠住了 公路是怎么也挣脱不掉 只能是发疯一样的 搓着车子乱窜 最后是一群中国人帮他脱离了困境 你再看 这是当时也参与了救助行动的人众 发的微博 他说 小路被紧紧的缠住 不停的甩头 却被婴儿车砸在了身上 一只脚也折断了 我们三兄弟和另外几个说广东话的朋友 几次上前都被他撞开 最后趁他滑倒 赶紧把路按住 帮他解开了头上的绳子 我们把断的路脚洗干净之后 却找不到管理人员 我们只好把他放到了洗手间的台面上 到这里事情终于是真相大白 而最初发表割路脚的网友 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 也表示了天意 顺现在转向香港 最近一段时间 香港的电话诈骗案是比较多 这不前几天就有一个骗子打电话来诈骗 不巧的是 这名骗子居然把电话拨到了警察局 被值班的警察 逮个正着 你看 我说的就是这个骗子 画面当中戴黑色头套的这位姓林的男子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香港慈云山警署的警员 在值班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猜怎么着 电话里居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喂 不许报警 你们家人已被我绑架了 这接电话的警员先是一惊 随后立马意识到了 对方是在电话诈骗 于是就将计就计 故作恐惧地告诉对方 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家人 我一定会交赎金的 电话那头的林某 信以为真 便提出向警员要23万港元 约合17万元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赎金 并约定好了在旺角来交款 当天晚上的7点多钟 警员按照林某的指示 将一袋道具钞票放在了旺角连运街的一处花丛中 半个小时之后 犯罪嫌疑人林某前来取款的时候 被早已埋伏好的警察 逮个正着 目前这场电话诈骗案还在审理当中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接到陌生人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不要轻易相信对方提供的绑架 调查中奖等这些信息 必要时及时报警 寻求警方的协助 避免财产损失 目光再来聚焦马拉维 这是一间简陋的手术室 医生和护士们正在忙碌着 您仔细看 最右边的这位医生 他的名字叫做王立群 今年60岁 是陕西省友谊医院的骨科主任医师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马拉维进行医疗援助了 在马拉维 王立群每天的安排都是满满当当的 有一次他为当地的一名患有 骨骨头坏死的病人做手术 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48个小时 我们知道马拉维是被联合国宣布的 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人均每天收入只有10元人民币 医院大都是靠外国援建的 当地医生更是少之又少 王立群说 虽然很苦 但这种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被需要有一种价值感 有一次因为女病人车祸腿部骨折 大量的失血病 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处于休克状态了 王立群立刻为他进行了手术 两周后 王立群在寻诊的时候被这位病人叫住 问他姓什么 王立群其实很奇怪 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后来才知道 这位病人是为了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决定等他的孩子出生之后 要把王立群的姓 也就是王 这几个字母 加入到孩子的名字当中 从2009年第一次来到马拉维 如今已经过去了六年 王立群也和当地人建立起了很深的情谊 他说他会继续坚守在这片土地上 为当地人解除病痛 带来安康 好 再来看澳大利亚 这是两位相声演员 正在台上说相声 您注意看 他们身后的牌子上面写着 何益社 这个何益社可不简单 它是南半球唯一的一个相声团体 前不久 何益社在西地举办了一个相声大会 演出吸引了当地几百位华人 请来观看 其实是带着一个不确定的 那么一种感觉来的看一看 没有想到这节目一个比一个的精彩 这个是完全是出乎意料的 新年何益社成立于2008年 近年来何益社从成立之初 只有四五名成员 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近20名社员了 成员们一直坚持为观众免费表演 在悉尼地区的相声爱好者当中 聚集了不小的人气 视线聚焦加拿大 你看 这是加拿大总理哈珀 今日在沃泰华发表声明说 当年加拿大政府针对华人的人头税政策 是一个极大的历史错误 是导致一些家庭陷入极度困顿的原因之一 同时 这也是一个极大的不公 因此 他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去承认它 其实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就人头税向华人道歉了 九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6月份 他上台后在国会众议院正式就人头税问题向华人道歉 并给当年健在的人头税受害人以及在世的配偶极少的象征性的补偿 那么这个人头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19世纪后期 先后有超过15000名华工参与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在工地上 华工们从事的是最累最危险的工作 比如说清扫路机 用炸药开山等等 一天的工资是一家元 而当地的工人 他们的工资却是1.5到2.5家元 当时华工们住在工棚帐篷 甚至是货车里生活条件非常的恶劣 很多人都得了坏血病 4000多人咳死他乡 在大大政府还通过了歧视性的华人入境条例 向华人移民征收人头税 1904年人头税的金额还增加到了500家元 相当于华工两年的工资 据统计从1885年到1923年 加拿大政府共向81000多名中国移民 征收了总计2300多万家元的人头税 直到1967年人头税才被废除 您可能会问 哈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再次向华人道歉呢 有分析认为 今年秋季 加拿大将会举行大选 140万华人是这次大选争取的对象之一 但最近发生在温哥华的汽车和公共设施上 烹会辱华自聚的事件 以及在安大略省出现的针对华裔政治人物 韩沙摄影的报道 被当地媒体认为令华裔很受伤 另外2017年将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加拿大正在为此准备 哈珀说 临近建国150周年最近 认识华人为这个国家曾经做出的 以及继续奉献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对建设这个国家非常重要 视线聚焦美国 你看画面上的这些人都是旧金山的华人 他们正在玩一种叫做漂浮版的水上运动 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滑滑水这么简单 干什么呢 俩字 相亲 前不久 旧金山一家华人交友网站 主办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水上相亲会 吸引了十多位单身的华裔男女参加 他们不吃饭 不唱卡拉OK 而是一起玩漂浮版 这项最近开始非常流行的水上运动 在硅谷从事信息技术行业的张小龙说 他本身就非常喜欢户外运动 希望能够借这次机会 其实有同样兴趣爱好的女性 我们组织这样子的活动的话 就可以让男生和女生增进认识了解 然后更好的交往 那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视线再转向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前不久出台了便利中国公民的入境措施 如果您持有深耕成员国 或者是美国的有效居留许可 或者是持有有效的短期深耕签证 就可以免签入境哥伦比亚 而且入境的时间是90天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公民在入境哥伦比亚的时候 所持有的拘留许可及签证的剩余有效期时间 必须要超过180天 目光再来聚焦巴基斯坦 近日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持续出现了高温天气 据当地媒体报道高温天气已经导致了超过500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发生在该省首府卡拉吉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当地的华人注意防范高温天气 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常被防暑降温药品 多喝水保持充足的睡眠 如遇中暑要及时就医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好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预约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CTV4官方微信微博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